好吃的真多 但是有些东西呢 你不但花了钱 还得要耐心等候 像高雄有这么一家这个夹心饼 因为它是半手工制作 产量很少 现在订呢 要七个月之后才拿得到 还有嘉义是一个苏打笔 也是一样 它只能够在网路上买 业者采取的是不定时随机开放 那么就算是订到之后 要等四个月 而最夸张的是 台南市这个手工煎饼 因为被美式节目介绍过 现在活得不得了 如果你现在订的话 要到明年九月中旬才吃得到 机器不停地运作 员工忙着制作饼干 每个人都恨不得 能多只手来帮忙 就是现在团购最夯的 葱味叉叉夹心饼 带有浓浓葱香的外皮 搭配奶香味的内馅 深受顾客喜爱 想品尝得等上七个月 顾客亲自上门也买不到 因为要买这个夹心饼 只能网购或是电话订购 老板解释 因为饼干是半手工制作 每日生产量有限 加上订单多 没有开放现场购买 11月订购 要等到明年七月才吃得到 同样在团购界也很有人气的 浮胶苏打饼 是嘉义市知名蛋卷店的产品 仅限网路购买 更夸张的是 业者还限制网购时间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才随机不定时开放销售 每人限购30包 4个月后才到货 你要买的话 你变得一定要一直注意 一直注意 之前是固定是礼拜二早上8点 大家都要7点多就起来等 成到第四代的这家煎饼老店 还是很坚持要这样手工制作 美食节目介绍过的 这家台南式手工煎饼 百年历史少量制作 在网购界也很火红 11月订购 明年9月中旬才到货 顾客要等上10个月 不过民众也别失望 因为这家店开放现场购买 一人限购两包 早上8点营业 下午2点前就已经卖完 想要吃这网购三大人气美食 除了花钱 只有耐心等候 追选技艰红月方 宋和报道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